在中国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的今天,建筑业流传着这样一句话,中国成了外国建筑师的试验场,也就是说有很多城市地标性的建筑都是出自外国建筑师之手。 那以北京为例,中央电视台大楼、鸟巢、水利芳这些享誉世界的建筑都不是中国制造,而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酒店设计领域。 那是不是外来的和尚就比较会念经呢?我们参观了北京昆仑饭店,这是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己设计、建造和管理的五星级酒店,那我们去看一看他们的设计究竟如何。 1988年11月开业的北京昆仑饭店是京城的老牌酒店,它承载了很多人的回忆。 酒店发展到今天尤其是高星级的酒店,它更倾向于提供一种文化。 海岩,中国著名作家、编剧、昆仑饭店董事长、酒店的设计者,同时也是中国旅游饭店协会会长。 他参与了昆仑饭店最初的设计以及后来的装修过程。 他回忆,酒店装修之后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悬挂在大厅的昆仑山铁翼装饰。 原先的是一块昆仑山脉图案的巨型挂毯,一直都是酒店的经典装饰。 现在我们用金箔和银箔,把它手工地捏成一个山形的状态。 由于它的上面是金,下面是银,所以你走过大堂的时候,你会看到山势在行走,在变化。 就像有一些云矮穿过了这个山间,让这个山是明暗的,你仔细观察它,它是明暗是变化的,像一个动态的画。 铁翼装饰延续了以往的中国风,同时又带入了现代感,让整个大厅明亮起来。 因为我们是希望它有一些中国的元素,比如说你看到大厅的地上的那个大理石切面的这个圆圈,我们是想做成一个中国的通宝,通宝就是中国的铜钱,它铜钱呢就是环套环的那种,给很多来的客人呢有这种好彩头的这种心理暗示。 眼前一亮是每一个步入大厅的客人最初的印象,而真正让人称赞的还是隐藏在大厅背后的十几个餐厅。 餐厅风味各异,室内设计就必须和美食相结合。 例如这间益舍,是酒店中主打的卤菜餐厅,木制门面低调古朴,寻着水声穿过幽暗长廊,发现别有冬天。 因为我们当时就希望这是一个山里面的一个宅子,从山崖上有一丝阳光下来,这个宅子呢是很古旧的。 里面呢又有一些小潮流水,是这么一个自然和人工,把它揉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构想。 然后怎么去实现这个构想,每一天不但要和画图的设计师,要和去找材料的人,要和施工队的工头要切磋,要商量,怎么实现我心目中的这样的一个场景。 比如说我们订的那个椅子,这都是十六七年前订的,这个椅子呢是一个书背椅,这个书背椅来了以后呢,我就感觉到, 不提神,那么后来我们就把它上面加铜饰,加铜饰是中国传统木器家具当中的一个惯例,但是这个惯例呢,一般是在修的时候,用铜啊,把它的一些破损处或者衔接处呢,给它加固,那么久而久之呢,就成了中国家具的一个,我们叫铜活,一个特色。 那么所以我们就在新作的时候,就加了铜饰,加了铜饰呢,整个椅子呢,就显得有明亮的地方,有精致的地方。 流水迂回,绿叶蓬壁,时刻在这里一步一景,享受着花间一壶酒的雅致。 如此,中国制的酒店装修你觉得怎么样呢? 那在谈到酒店装修风格的时候,海岩先生也提到,随着全球各地的客人越来越多,酒店啊,并不局限在某一个特定的风格,但是整体来说是更趋向艺术化,这是对酒店外观的一个要求。 但是同时,装饰性越高的话,建筑和维修的成本就会增加,而装饰需要大量的空间来展示,这实际上呢,也是降低了实用性。 所以酒店设计要多方面的考量,这需要设计团队拥有丰富的经验。 那我发现呢,就是亚洲的设计师呢,最近呢,就在国内的酒店设计上比较活跃,包括新加坡的,香港的,台湾的,日本的。 为什么呢?好像他比那个欧美的传统的设计师啊,包括欧美的一些大牌设计,这些亚洲的设计比他们呢,要更前卫一点。 完全是国内设计师设计的这个,高薪级的酒店,在大大的都市里面,像北上广啊,这种大的都市里面,好像不是非常多。 外国设计师带来了设计感和实用性并存的酒店,这些博来品为中国酒店市场添砖加瓦,不过相对的,本土设计师施展的空间反而不多。 那我觉得一方面呢,要国内的投资者呢,要渐渐的理性,一方面呢,就是国内的设计力量,也要慢慢成熟。 现在国内的很多设计师呢,是非常优秀的,但是呢,和国际上的那种视野,那种对材料的认识,那种积累,那种创造性, 我觉得还是,不说个别人与个别人比,群体的比的话,还是有一定的差距。 那么这个差距呢,我是希望能够渐渐的缩小。 关于新链鱼、最近的那种层面比较美,关于是地方的大小。 超大小的鱼像哦、小的鱼像哦。 不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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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不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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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过去。 谢谢观看